今天來介紹輕視血壓兩側的儀器 ADI-Line 首先它有分主機 就是Power Level 這個主機跟放大器 主機就按照它的線 把它接好 之後再用到接放大器 那血壓的Sensor 它有分這個血壓放大器 加上鞋子鞋子鞋子的Sensor 然後裡面還會分別有這個相對應的線 我們把它拿出來後 放大器的後端 這邊會有的Input 它這個線都有旁 大概就直接照著插 放大器是接Input 然後這條線是接Power Level的Output 這邊的 那這條就是拿來主機跟放大器之間的 充電跟那個連溝通用 那再來就是另外一條是DNC線 要把它的訊號 放大的訊號傳輸到Power Level前端 那後端的那個 這個就兩條 兩個那個 沒有公母之分 就是都可以接 然後它的放大器的Output 你就接到看你今天你是要接在哪一個Channel 假設我今天我是接在第一個Channel 好 那這樣子都接好之後呢 換接這個Sensor 那Sensor呢 它這邊它就是那個血壓就放大器 然後它有一個Doom 就是讓你連充這個整個系統用武器 然後把它裝起來 然後後端這邊呢 記得是去接放大器 我們這個訊號經過放大 才可以接到那個Power Level 它放大器就是接在放大器的前端 那它這個有防呆 所以 大概大致上對下來方向 如果插不進去就不要硬插 好 那這樣把它接好之後呢 就可以來到 電腦這邊來開啟 我現在開新 新的一個 軟體 好我們可以看到我現在是 它現在 現在的照片就是它 它現在 你可以看到那個Channel 1這邊 嗯 Channel 1這邊它沒有顯示Bridge Amp 就要表示Power Level它並沒有 辨認到這台Bridge Amp 那這時候你要做的事情就是 把軟體關掉 然後把主機關掉再打開 重新打開一次 然後我們再來開軟體 好 好 那一樣是開新檔案 可以看到這時候我們是接Channel 1 Channel 1它就有辨認到它這個這個 第二個它就變成Bridge Amp 好 那 首先呢 就是在做這個Bridge Amp 就是你要做血壓這種橋式放大器 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定要先讓它暖機 所以我會建議你一開始要來做實驗的時候 你就先把機器都設定好 都把它架設好 然後就把它打開開啟電源 然後讓它去暖機 那你可以去處理你的動物 然後等到處理動物好 那它還差不多暖機完 那它大概就是暖3到5分鐘 就OK了 那這樣 它測出來的數值才不會 後來才不會通掉 好那假設我們現在我們金融環機了 那回到軟體這邊呢 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它做Zero Zero的動作 所以 就來到 我再重來 我們現在不需要 假設不需要那麼多的Channel 你只有要測血壓的話 我們可以在Setup這邊 第一個的Channel Setting 然後我把這邊 我只要留一個Channel就好 OK 這樣你的畫面就會比較簡單 那再來就是 這個下拉的黑色的下拉箭頭 把它點一下 然後選第二個Free Jamf 我們要去設定這個Free Jamf 對它的一些參數的設定 好剛剛有說 最重要就是第一步 你把它接起來軟體之後 就是先做Zero的動作 讓它把 那個一些偏壓 都先把它校正 把它拉回歸零之後 再來就是可以去選擇你要的Range 那 這部分的話就變成是 等到等一下接上血壓 就是我們去測的時候 你會大概知道它的動物的血壓Range 大概是哪裡 那你再盡量的去把它靠近 那詳細的這個部分原理 就是可以去看 就是那個我之前有那個簡單的介紹 好順利成熟的介紹那個影片 好 那 校正完之後呢 這邊還有一個Main Stealer 這個就是如果你在 你在做實驗的時候 你發現就是你的訊號都有毛毛的 通常這個就是在你的放大倍率 越小的時候可能越會發現 那就是來自可能 日光燈啊或是電源線等等的那個 那個赫值的介紹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打開 把它打開 它就會把來自電源線 大概是50到60赫值的雜線 給它消除掉 好 那我們OK OK 這樣 對於這個放大器的設定就設定好了 但是 你要正在開做實驗之前的 我們還要做一部就是做單位的 壓力的換算 因為它現在 那個軟體紀錄到的是電壓的數值 我們要把它校正為壓力的數值 這個時候你就會需要 這個可以啟動 好 那水瓶血壓器呢 它使用上的要點就是 注意平時沒有用的時候 一定要 一定要把水瓶收起來 就是把它收到這個裡面 然後要用的時候把它打開 傾倒水瓶就會跑出來 好 那再來就是來架設這個 那它有兩個端口 其實 你要從哪一邊 輸入 就是 切入式血壓 我們通常都會接這種三通法 三通法接上去之後 另外一段 你就可以去接你的線 好 那 你要從哪邊 這邊是壓力來 或這邊 上面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它都是連通管 壓力從哪裡進來 它的整個系統的壓力都是一樣的 所以就看到之後你設置 設置好之後 哪樣是對你的實驗操作比較方便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接起來 好 那 掉三通法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把整個系統 整個壓力的 它的壓力生存在下面 我們要把整個系統都充滿了水溢 都充滿了PBS 就是有抗寧血跡的那個整理系列水 那這樣子才不會記得一個重點就是裡面整個系統 整個系統中不可以有泡泡 因為我泡泡泡泡泡氣裡是有壓縮性 那它就會對於你如果接到 比如說你動物動脈的插管 那這樣子它的壓力 它的血壓訊號就會被你系統中的空氣 可以吃掉 那它就沒有辦法測到非常平民的血壓訊號 好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去把 再拉一個 那裏 那 Hud Rockefeller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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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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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